我们本自具足圆满一切,外在的一切境遇,都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显化。 但凡真正的修炼者必进行内观,那么观什么?如何观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最为全面、最为详细的三层次内观方法, 包括观其脉、观丹田、以及观石的所见所感等等, 以达到鸣心见性,放飞自我、圆满生命,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很多人游玩都有游历过寺庙的经历,总结一下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众人纷纷烧香祈祷,各有各的期望,雄问父,父问路,有父有路问结束。 然而,无论哪一本经书,都在劝戒我们应当放下。 在济南的新国禅寺,有这样一副时刻对联。 怒骨沉中,精醒世间鸣立刻,经生佛号,换回苦海梦迷人。 事实上,大多数人来到寺庙,所拜的不是佛,而是自己的欲望, 未曾拥有的,渴望得到,已经拥有的,担心失去。 生怕一切成空,山依旧是山。 海仍是海,只有自己最精彩。 人心本无泪,只是放不下的太多。 生活本不苦,只是我们的欲望过于强烈。 繁华落尽,看淡集成浮云。 烦恼重重,想开便是晴天。 我们前往寺庙的真正意义。 不在于追求名利,而是静心,修心,观自在。 在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又称观自在菩萨,心经,玄文,即以观自在三次开篇。 人这一辈子呢,就像一个致点,横坐标示世界。 纵坐标示自己,在明明牵扯的时空象限内。 我们边走边看,无尽舒展着生命的可能性。 若一夜障目,难免陷入偏执。 若忙从外在,亦会迷失自我。 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需要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谷。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所谓般若心法,亦为观照之道。 只是,到底什么才是观自在呢? 要理解什么是观自在, 就先不要急于从概念入手。 我们先从,观,自,再三个字。 分别说起,观,是自观,是自己在观, 是一种功能,是自的功能。 自,是在观,是一直在内观, 是无形无相的,是通过观觉指导的。 在,是自在,是自己显现为相。 只有在,才有相,不在就没有有相。 在的那一刻,相就出来了。 在,是通过观发现的。 从字面上解读,可能有些弯弯绕绕, 但你在莫读两遍,也许有一些新的发现。 观,自,再是三个一体呈现的。 老子讲三生万物, 因为物要出现,一定有观,自,在三个同时出现。 不然,物出不来,也叫不出来。 打个比方,课代表眼前有一杯咖啡, 我知道这样东西是咖啡, 一是我关到了咖啡, 二是我的字,落在了这杯咖啡上。 不然,我根本不可能关到眼前有一杯咖啡。 三是,我在关到这杯咖啡的那一刹那, 我才明了有这杯咖啡的存在。 这个时候,咖啡, 才完完整整地陷在我眼前。 如果你看完上述比方, 还是觉得很玄乎, 不知所云,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就像我们常常听人说, 现实很残酷啊, 你要认清现实啊, 但又有谁能够准确地说出, 现实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社会普遍的标准, 也就是别人告诉你的标准, 现实可能是你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能是你要找个会过日子的人, 可能是你要有房有车有地位。 我们总以为有一个, 外在于自己的强大的现实, 都把成长当作了与现实妥协的过程。 这种秘误造成了无数烦恼平庸的人生, 所谓现实, 不过就是人自己的心理折射, 所谓现实, 其实是每个人自己成就的。 唐代驾山山会和尚说, 众生只见倒色, 却未能见到心。 很多时候, 我们都又与眼观, 而非心观, 观得外在, 却观不得自在, 眼观天下, 心观自我, 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所有奥秘, 恰恰就在观自在这三个字上。 那么, 到底观什么? 怎么观呢? 简单而言, 内观有三个层次, 观情绪, 观心念, 观自我。 三观中, 一观是一观的基础, 一观是一观的升华, 最后的目的则是铭心见性, 放飞自我, 圆满生命。 一, 观情绪, 就是静观自己往日或当下, 遇到某一人时时, 心底所产生的喜怒哀乐等种种情感, 思绪, 看得为何生起, 如何发展, 最后去了哪里, 有无片面, 偏激, 担忧, 特别是不满, 愁苦, 忧伤, 愤怒, 甚至暴力等情愫的产生, 如果有, 那便是错的, 不对的, 应该彻底去掉, 不管什么情况, 没有任何理由, 只要生起如上一丝情绪, 就是魔性在发作, 是夜里在驱使, 是因果在报应, 是正在走向自我痛苦与毁灭之路, 或者说, 是正在堕入地狱, 当进入静态之时, 我们的思念纷飞, 难得有一刻地停止, 有时甚至比不入境还要紊乱, 这是正常的, 也是合情理的, 因为往日多少世节以来, 我们所做, 所为, 所思, 所想等等一切信息, 极其所带的能量, 都在自己的意识仓库里, 完整地留存着, 如一潭无边的浊水, 有用的, 无用的, 好的, 坏的什么都有, 平时里忙碌不断, 心性不停地摇晃, 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一旦安静下来, 它们便一一以各种形式现身, 图像, 声音, 感觉, 意念, 这是好事, 不是什么坏事, 只有一一现出, 才可明白, 才可放下, 才可清理, 否则, 我们的心, 就难以安静下来, 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是由眼耳鼻舌深意, 这六时引入的, 积成了五蕴, 形成了业力, 支配着我们, 而这些所见, 所闻, 所绣, 所长, 所感, 所思, 又都有极大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并非事情的全部与真相, 时长日久, 这些片面虚假的信息, 便占据了我们的心田, 把本身具足的那个看不到, 摸不着, 嗅不到的光明本性, 死死裹挟覆盖了, 于是, 我们就处于无名状态, 就有种种错误的言行情思产生, 到一定时候, 假的成了真的, 片面的成了全面的, 一时的成了永久的, 我们就将此死死守护, 不愿放弃或改正, 也就有了喜怒哀乐, 有了对错是非, 有了自我与他人, 最后成为一个自私而固执的俗人, 种种痛苦与忧伤也就随之而来, 各类疾病自然紧随其后, 在无尽的生死轮回中, 从低维度上来的生命一般不惧劳动, 愿意出力, 能听从他人的支配, 可脾气较大, 暴力较强, 也更为固执, 好多道理, 劝谏听不进去, 有的甚至吃鱼狠毒, 报复心念很强, 而从高维度下来的生命相对而言, 性格温善, 智慧超群, 格局较大, 看问题较为全面, 但又常常孤傲不群, 清高自信, 尘埃指点他人, 如果是由人间赚来的, 一般性格温和, 公私分明, 有正义感, 善良怜悯毛病是贪图享受, 庸俗自私, 据此, 可以对照反省自己, 从情绪入手不断改善, 否则, 再怎么静坐都难见成效, 这时候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要细细思量他们的起因, 还原事件的全部真相, 然后站在天地角度, 去寻求问题的根源, 看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对方有什么优点, 二者的矛盾是什么, 但重要的是, 一定要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本, 生成万物, 要让静随心转, 而不能心随静转, 从而改变自己狭隘的心胸, 增大格局, 提高能力, 去掉自私, 忏悔改正, 完善品德, 二要放下, 任他折腾几番后, 就由他而去, 不再思量, 不再留存, 什么也不想, 保持大脑的一片空白, 更为关键的是, 要在平时生活中, 把心量放大, 不回忆, 不返还, 不假如, 不执着, 情绪细微无状, 却是束缚生命强硬的绳索, 如磐丝洞妖精们施放的乱丝, 足足能把神力强大的猪八戒制服, 情绪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欲望, 欲望的背后, 是愚痴贪嗔恨所带的强大业力, 业力的背后是我们过往的岁月, 岁月无始, 生命无限, 我们的情绪便无序, 无序的情绪就是要我们命的要紧, 现代人心理疾病越来越多, 大部分原因, 就是情绪的不安, 不纯, 不良, 情绪多头而无序, 最好抓住其中一个, 以一代万, 一元饮万元, 以节节万头, 必须记得一个原则, 都是我的过, 别人没有错,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 万事万念才可放下, 这叫我过展万叶, 如关于父母儿女家人之愿, 思自己的不孝不提官同时朋友之交, 思自己的不成不中官和时代社会之机, 思自己的不正不公官与天地相合之礼, 思自己的不和不顺, 官情便有序, 理序就会明, 待千头万叙的念一一展示在星空时, 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生活原本无事, 都是自身的不尽所致, 心尽空万事, 忏悔方明志, 翻滚不息的心海, 难以安顿任何一处清静的心事, 内观情绪不是强行压抑, 不是不断往复, 不是挑选鉴别, 更不是肆意增强, 而是明白所生之由, 放弃是非所致, 纯净原本心田, 清除一切分杂, 让那个活脱脱的本性出来, 照亮幽暗的心界, 明晓人生得意义, 观情绪最佳的位置是忠丹天, 所有的情绪都会在那里汇合, 内观时正好可以一网打尽, 情绪平, 天地静, 宁静而致远, 在幽远的时空也可瞬间穿越, 二、观心念, 如果说情绪是世俗里的绳索, 那心念则是精神境界的迷径, 心念高于情绪, 当你能进入初级的静态时, 观心念一功就自然成为修行必然的功课, 心念就是心灵发出的意念, 叫情绪更为细腻, 身影, 更无影无踪又变化莫测, 但凡所修, 必有所求, 成佛得道也罢, 做个好人也罢, 为后代积德也罢, 求个身体健康也罢, 都是求, 有这些欲求也是好事, 否则我们就不是人, 也就难以得到成佛了, 但是此求不能强求, 也不是不求, 随意放任心海, 随波逐流, 而是专一的求, 一门深入的求, 具体而言, 就是把心肠时间固定在某一处, 眼耳鼻舌身意 及外物哪一处均可, 根据自己的习性而定, 喜爱哪定哪, 什么有感觉就什么, 怎样有好的感觉就怎样定, 定心念无有共用不便以法, 人的大脑不可能处于空气的状态, 特别是还没有进入四禅定境中时,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一生万, 万归一之宇宙法则, 进行专一之观照, 所谓专一观照, 就是直观此一, 不理其他, 中间若有中断, 觉察后马上复归原处, 继续无限制地观, 一直观到四禅八顶, 进入虚空大境, 什么也不知道了, 什么也没有了, 连同任何感知和意识, 这叫意义舍万, 以境统乱, 如净土宗底以一句质简的阿弥陀佛, 替代杂乱无需心念的无上心法, 具体办法有, 观外物, 如长时间观眼前的一炷香, 双目微合, 直路一线缝隙, 观坐前那个香火头, 看它的大小与变化, 看到极致, 观道入微, 若意念偶有离开, 收回继续观, 渐渐地眼前的香火头就没有了, 视觉没有了, 身体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任何心念没有了, 心中一片幽静, 安然, 清爽, 这叫视而不见, 似有若无中进入更深层次的境界, 观鼻气, 双眼微睁, 自然盯住鼻尖, 一动不动地观, 先是观鼻的形态, 颜色, 在事关鼻孔里出入的气息, 再观其的粗细与颜色, 再观其的精着与意识, 然后顺着气的意识进入它的本体中, 再溢着本体进入它的发源地, 肺部, 再观肺部及五脏的情景, 再观血管理血的流动状态, 再观血的生命意识, 就这样一路地观下去, 就可以与身体对话了, 也就能了知它们的一切, 原来它们都是一时的存在, 一时的幻想, 一片的虚空, 虚空之后自有真心, 此意为古人所谓的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还有的未知约观呼吸, 方法与之相差不大, 观声音六识中, 唯有声音最直接, 也容易植入心性, 无声胜于有声, 但无声又从有声而起, 故我们就从有声入手去内观, 任何声音都有来源, 顺着耳边的声响, 去寻找它的来源, 它的来源一定是虚空, 而不是其他, 如中古是器皿, 本身不会发声, 一旦它悟敲击后声音, 便离它们而去, 这时, 我们就去寻找声音的去处, 一直追寻到虚空的幽远之地, 然后再回来, 再回想刚才那一声响的起处, 再一步步去观, 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进入了虚空, 这个虚空好似在外面, 又像在内心, 其实内外是合一的, 我们无需分辨, 可以更自然地进入空境, 真空生万有, 到时会有奇妙之景显现,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大法, 就受到佛祖的称赞, 既然声音能观, 那其他五十级器官也都可以观, 如观气味, 观身体的感觉, 观眼睛的构造, 观舌尖的移动, 观意识的往来留住, 其方法一样, 都不能中断, 中途不能以往他处, 观而不观, 不观而观, 观丹田, 人体内上中下三个丹田, 是生命的能量总库, 也是气脉, 神经, 精神的交汇总地, 具体来说, 下丹田主管经, 中丹田主管器, 上丹田主管神, 一般先从下丹田观起, 意念只于一处不动, 不管其他, 不论呼吸, 静待他旋转或发热或跳动或等等, 待气脉大面脊上行到胸部后, 在观中丹田, 胸部特别通常且开阔后再观上丹田, 依次而行, 到一定程度时, 全身真气充盈, 浑身绵绵温馨, 精气神自然各归其位, 而又互为一体, 三个丹田上下通为仪器, 自然进入虚空之境, 观其脉, 人体有各种气脉, 十二正经和八脉气经, 各有各的路径与功能, 相互形成一个统一有序, 严密有机的血气网, 神经网、气脉网、能量网、信息网, 其中又以任督二脉为主, 中脉为药, 进入静态时, 哪里有气脉发动就观哪里, 随着气脉的变化, 一路随之行走进行内观, 只管气脉不论其他, 解释就会发现气脉流动的形态、 颜色、路径、功用等, 这些都不管, 一直尽心地观照下去, 带任督二脉一通, 带动了大小周天, 在打通中脉, 自然进入神奇之锦之中, 可能还会出现七个脉轮的景象, 不管只是一门深入地 跟着某一气脉的运行而行就是, 如果出现交叉, 一粗大明急的那条走, 但也不可全身乱走, 通了的就可以不再走, 专走没有通的陌生的, 中途出现任何感觉都不要在意, 只管关, 静待它的一切变化, 到时, 你会看到一个全身透明的网络化的自己, 如城市的地铁图, 上面布满大小不同的名点, 那是穴位, 就是地图上的车站点, 然后寻找最大的名点定住不动, 静观此处出入的气脉情景, 观名点, 待进入静态后, 生命体内无限的能量自然显现, 会观到不同程度与大小的名点, 也是发光点, 能量集中点, 这时可以定住一个名点不放, 一直观之不动, 名点若消失, 就在静待它的出现, 或继续假想其名, 若增大增量就不离不弃, 一直观下去, 名点自会发生种种变化, 不管它就这么一直静观下去, 名点就不再是名点, 而是一片光明, 再观会进入无限量的光明, 还是不管不离不弃, 光明会进一步加强亮度, 心境也会自然平和纯入, 有时这些名点会发生爆炸, 没事, 不要管, 一心平和静观就是, 观玄学, 玄指玄观, 在上丹田松果体的下面, 它是一个虚空之点, 只有玉斗那么一点大小, 却是神之血, 命之魂, 也是人与天地相通的时空隧道, 无限地幽深微妙, 常人经常会忽略, 观它可以更好地集中神念, 一步到位, 然后出神入化, 中途若出现种种幻境, 不管是什么都静心一观, 如旁观者一样, 有时感觉自己可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个, 深远的单一或彩色光管或隧道, 不要害怕, 由它前行, 中途还可能会出现头部憋障, 疼痛, 炸裂之现象, 可能是因一年太强导致, 可稍稍停息一下, 但也不能因惧怕而停止, 道德经所讲的大都是此类观法, 起点很高, 效果也更加, 灌念头, 进入静态, 还会不时有念头产生, 产生就产生, 有了念头正好借来内观, 静态中出现的失误, 没有一个不好的, 无用的, 看哪个念头最强烈, 不断反复地出现, 就抓住哪个念头去观, 譬如, 若放不下父母, 就关于父母有关的某一念想, 顺着这个念想一直观下去, 看它能到了哪里, 不管中途出现什么杂念, 干扰都不放弃, 一直观得它很远很远, 杳无阴性, 观之念也自然消失, 如果它又起, 那就继续观, 再观得秒无踪影, 如此反复不停地观, 看它怎么起来的, 谁让它起来的, 从哪里起来到那里终止, 有什么特征, 如何活动, 怎样说话, 有什么要求, 为什么不离开自己的心田等等, 到一定时候, 无聊虚幻的它会自动消失, 不再出现, 到那时你也就无关可观了, 心境也就纯明了许多, 观空境, 观空最难, 但也最见功效, 根气好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星, 有的甚至能在十几分钟内践性, 但是, 往往一遇事尽便可能退转, 空也是一种象, 空境其实并不空, 空中有色, 受象形式, 真空绘画妙有, 从无到有, 从空到不空, 真我也就在这一黄一乎中献出, 以上种种类观法无有好坏对错, 都要依各自的情况定,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不停, 不离, 不弃, 但也不能意念太强, 也不可为求效果而观, 一定要在心境其合, 无会念, 恶念, 杂念, 不良之意念下静观, 种种观的最后一定会出现不知所以, 不明所在, 不观而观, 观观皆空, 空而不空的境界, 但是, 无论出现怎样的景象, 都不可追求, 有心无心是真心, 牢牢记住这句话, 三, 观自我, 自我就是生命的本来之我, 一极道性, 人性如来藏, 它与天地共存, 和万物一体, 就在我们的身上, 却并不固定于某一处, 它是六根之本, 六石之药, 六尘之源, 上面的种种观想, 都是在为寻找到它所做的准备, 当前面的功夫到家了, 自然的就会进入观自我这一高深的境界, 这一境界的内观法基本无法可说, 无言能表, 如果非要说, 也就几句话, 观而不观, 不观而观, 静即无声, 无形, 无念, 不求, 不住, 不昏, 在似有若无中静待本我的出现, 寄照不二之时, 突然, 如同底顿裂般的一声剧烈乍响, 根尘脱落, 虚空粉碎, 大地平尘, 媚外世界意气消云, 本自原成的赤唇光明之心性顿然而现, 那便是真正的自己, 若自问一句, 我从哪里来, 将向何处去, 答案是, 无本自在, 无来也无去, 如来如去, 如果基础不扎实, 修养不到位, 想长时间关线自我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 要明白下列几个道理, 一, 自我并非独立存在, 它与我们的心念在一起, 和我们的五脏六腑混一体, 和我们的精气神功仪器, 正如空气中的水分子一样, 在每一粒尘埃里, 在每一个器物上, 在每一处虚空中, 只有长时间进入如如不动的深境定中, 它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凝结, 渐渐形成一滴水珠显现于我们的眼前, 还如金矿石里的金子, 只有经过千万遍的陶冶才可得到, 离开这些具体的物体, 真我难以存在, 这便是借甲修真, 以色观空的内观道理所在, 二, 自我的出现需具备种种前提, 如德性的高尚, 行为的端正, 心念的平和, 意识的纯净, 智慧的具足, 认知的正确, 气血的充盈, 天使, 地利与人和集机缘等等, 非转瞬可乘, 那种一文金刚经便明心渐行者, 如六祖般的大根气者世上少有, 那种师父一声棒喝便出现本我的, 也是建立在无限量的努力之上, 待机缘成熟方可实现,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得在平时的生活中真修实练, 言行举止都要修心, 饮食起居不离观照, 三, 它与六根的关系特别紧密, 只要它们之间有一丝的关联, 暗中有任何的往来, 真我就难现出, 所以, 一定要六根清静, 不染杂陈, 一旦外境不静, 魅静不纯, 意念就会分杂, 它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大学里所说的修, 正, 成, 制, 隔世前提, 定, 静, 安, 律, 得是必须, 四, 宵夜很是必要, 需安抚好累世的有关冤亲债主, 处理好身边的种种善缘恶缘, 否则到一定境界会与大的干扰, 五金刚经, 愣严经, 心经, 道德经, 等是我们必读的修行之道, 观自我, 也叫观自在, 它本身就在, 不必外求, 观自我最为简单, 也最为艰难, 简单在于什么也不用想, 不用观, 只要如如纯衣静带, 真我出现, 极可艰难在于需要在平时生活工作中, 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 慈善万物, 宠辱不惊, 大度宽容, 认真修养, 所以, 看似功夫在观, 实则根本在行, 儒家之人德修养在此体现得非常重要, 进入观自我这一境界时, 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 枕发菩提之心之愿, 心愿大于业力, 无上的誓愿可以摧毁一切障碍, 二, 进入虚空之境的时间要长, 要稳, 要定, 三, 出现种种情景都不可贪恋, 着迷, 更不可强求, 即使是大放光明, 无数天人相迎相捧, 佛菩萨献出, 四, 一定不能留住在空境上, 得安乐后不愿出来, 有关这一方面的详情, 可参考《愣言经》所言, 五, 如果定力不够, 或功力不足, 可以借助咒语与圣号来加持, 整个静态中一直持念下去, 念念分明, 不断不停, 到了这一境界, 《心经》里的每一句, 都是最好的参考与内境验证, 六, 要舌抵上恶, 含胸八辈, 有一个正确的坐姿, 还需配合必要的手印, 再要寻找良好的场所, 有同源的佛友同修相助, 常人常计, 义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三观修炼看似有前后顺序, 具体诗修起来, 其实并无绝对严格的界限, 也没必要将它们分得过分清楚, 根据会根的不同, 有的须步步前行, 有的可跳跃前进, 有的则可一步到位, 要知道一点, 什么也不关才是最好的内观, 大道之简, 至简化之凡, 至凡规之简, 内观法门是如实到三学共持的路径, 道理大体相通, 但在具体修持上又各有秘诀, 大体上讲, 儒家重见性, 道家重弃脉, 佛家重空心, 三者又是合一的, 难分清楚, 只是心的重点放到哪里而已, 你是哪家人, 自会进哪家门, 内观道一定境界, 自会由本门上师出现接影, 或梦中, 内观境界中, 或现实中, 无需进门时就左右询问, 放心内观即逝, 内观, 是开悟生命最直接, 最有效的门法, 当然, 如有良缘能信誉明诗, 则一定要虚心请教, 亦不亦趋, 谨防相互影响, 事被公办, 最后唱一句夜语, 以正使听, 自我本来虚空, 三观尽在乡中, 一门精进不黛, 如是余道皆成, 生活是美好的, 也是复杂的, 人性是善良的, 也是微妙的, 我们尚不能控制生活, 有时他人所作为, 也并非如我们期待, 但倘若我们把注意力, 都在放在抱怨指责, 那只会让我们更多离开自己的身心, 更多失去自己的力量, 更多失去自己的力量, 我们终其一生, 更多的是和自己交互, 和自己的念头想法交互, 无论贪嗔痴, 还是无奈脆弱, 倘若一些外在的人或事, 引发了你内在的反应, 那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你的功课, 内在的某些经验或者信念, 需要松动, 疗愈或者转化, 练习接纳, 甚至爱上他, 拿到属于你的礼物, 人的身心能量, 为什么会堵塞, 一是因为能量的循环没有流通, 缺少合适的管道, 与天地万物流动交汇, 二是因为太多地向外抓取, 耗散, 你越在意什么, 你就被他消耗, 你被什么深深激励, 也被什么深深复累, 对于大多数平凡人而言, 我们更多的是要接纳自己的普通, 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与其在一些事情上强求, 不如顺其自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逆来顺受, 毫无作为, 相反, 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放下和臣服, 意味着我们不再和头脑的假想或期待, 做无畏的抗争, 而是和真实的生活相互, 由此我们给他人自由, 也还给自己自由, 做些我们可以做的吧, 不要问世界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自问我们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 我尽其所能回馈所接收到的所有美善, 当我们大大方方做自己, 勇于让自己更开心, 更滋养, 当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光, 也自然照亮于自己的一方空间, 正所谓自立立他, 自决绝他, 自立立人, 自强强人, 归根结底, 我们都需要提升自己的身心能量, 当我们的身心能量提升, 自然会有不一样的精神与天地, 当我大了, 问题就小了, 也就不容易被鸡毛蒜皮的事情牵扯, 纠缠了, 当我大了, 我们便更有心量, 对当下的一切做出巧妙的回应, 也就更容易顺势而为了, 如何提高自己的身心能量,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需要练习的部分, 练习的核心很重要, 那就是逐渐放下头脑, 回归到真实的身体感受上,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无论静坐, 冥想, 还是写作, 舞动, 在自我的觉察和慈悲中, 在滋养和回归中, 我们逐渐和本源的智慧链接, 收获新的自由, 真正的觉察和自由, 是需要耐心和勇气的, 有时, 面对一层层的念头, 你甚至会心烦意乱, 手足无措, 有时你曾试图管理念头, 试图去掉那些并不光明的部分, 有时, 你品尝成功的喜悦, 有时, 你忍受无助的仓皇,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了心灵探索之路, 此为幸事, 可何为修心呢? 修心是为了让自己, 时刻保持在开心之中吗? 那一切又是否真实? 我们又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焦虑, 恐惧? 我们为什么渴求真, 善, 美的东西? 是出于某种恐惧, 私欲, 还是出于本自充盈的爱? 大教语家陶行之老先生曾说, 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 学作真人, 修心是修一科与天地, 宇宙同在的真心, 这真心里蕴含着平静, 喜悦与爱, 修心是能够真正看到自己, 是不推开每一个真实的自己, 是去和更深, 更大, 更永恒的我链接, 修心是能够慈悲地看到 各种念头的起起落落, 了悟这只是头脑为了保护我, 而采取的一系列辛苦忙碌, 修心是能够与自己的所有面向共存, 即使恐惧, 我知道它也能让我成长, 如古爱林所言, 我爱上恐惧, 它也是我前进的一大动力, 是的, 当我们能接纳一切, 对外在和内在的一切真实存在, 勇敢说是, 当我们能真正投身生命的河流, 遇浪而行, 胸中自当有另外一番光景和天地, 此所谓, 修真心, 观自在, 我们是脆弱的, 也是坚强的, 愿我们保护好娇嫩鲜活的心灵, 愿我们带着资源去敞开, 拥抱世界, 愿我们与真正的内在深深链接, 因为那里有着本自具足的一切。